脑洞大开的老外真是一刻也闲不住,这步又开始造作了,这个老外准备了一个比赛,谁能在30分钟内把气球吹到最大还不会爆炸,就奖励谁一万美元,这么好的机会我都想去了。 很快就有三个人积极报名了,你们想知道他们都想到了什么办法吗?一起来看看吧。 第一位女士想找一个省力的方法,于是她就找出了吹风机,用吹风机对着气球吹,这个方法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,很快气球就被吹得很大了,但是可能因为吹得太快,这个气球突然爆炸了,真是吓了这位女士一跳。 我们来看看第二位参赛的小伙子,这位小伙子也不思考思考,就直接用嘴对着吹。 过了半天,小伙子才吹这么点,还在一旁尴尬的笑,已经挑战失败的女士看不下去了,于是过来帮忙,他们选择往里面灌水,过了一会儿,这个气球里面灌满了水,而且已经变得很大了。 这时第三位小伙子却跑到超市去买了一个充气棒,这似乎是最保险的方法,过了一会儿,她的气球也变得很大了, 和前面那个小伙子不分上下,你们觉得谁才是最后的胜利者呢? 好了,本期的一宣科技到这边。